百万救狗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继续我们上一个单元就是第四品的花品 谈到的故事是皮色雀 这位佛陀最虔诚的女信徒的故事 也是真实的事迹 也就是她个人在学佛的过程 她的生命的内容 她从小生活在很富有的家庭 然后她的外祖父又是虔诚的佛教徒 她的父亲也是佛教徒 所以当她要结婚的时候 她的父亲教导她要能够遵守实相 能够做到为人妻子的一个复得的实相要点 所以我们上个单元谈了两点 也就是不要把家里的活 就是代表家里的这一些是非不好的事情 就拿到外面去宣扬 第二点也不要在外面道听途说 然后又把外面的是非带回家里 一直在谈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点 也是我们一般的人也应该要警戒的 就是对于这一些的是非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要一直好像很注意要去听闻 然后又去宣扬 那就是要保持我们心能够安定 那不要受这一些是非的影响 最主要的应该是要注意自己的事情 那在继续我们就是要来看 这十项里面的三四五 就是谈到要能够对于借东西 那本来佛教要能够让我们培养不失的心 就是愿意跟人家结善人 所以在这三四项呢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把东西借给别人的时候要怎么考量 所以第三项就是谈到说 我们要可以借东西给有借有还的人 那第一四项就是我们也可以借给东西给有借不还的人 那第五呢就是也可以借也可以不借 给这个有借有还或是不还的人 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让我们来对于说 那我们要不失的时候 或是我们要借给人家 对人家的借救济 那我们应该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智慧判断 所以第三项说借东西给有借有还的人 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 那有一个人他是也蛮有品德的 他跟人家借东西呢 他愿意还给人家 那就是他有遵守这个诺言 我跟你借个东西 那表示说我跟你借就是要还 那他真正能够有借有还的人 那我们当然借东西给他 也就不会有疑虑说他会不会还给我们 所以我们当然就借给他 那第四个呢也就是说 我们也要借东西给有借不还的人 那也就是说那有的人他虽然是有借不还 可是我们就是以不失的心来借给他的时候 既然我们都愿意跟人家不失了 那如果他是一个没有遵守这样德性的人 那他有需要的时候 那我们也还是可以借给他 那我们借给他的时候 我们的心呢也就不要再挂爱了 也就是他会不会还给我 所以我们的心第一个就是怀着是不失的心 就是今天他虽然是跟我说要借 可是呢我就是跟他结缘的 我是要帮助他的 所以虽然呢他平常呢 就是不是那么守信用 可是呢我还是愿意借给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不失的心 那第五呢也就是对于穷困潦倒的亲朋好友 那即使呢他是借了东西不还 那也要借给他需要的东西 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针对一个真正有需要的人 那有需要的人也许他的不还呢是因为他没有能力 那虽然他是希望跟你借 然后也很愿意要还给我们 可是呢因为他真的一直都是潦倒 所以呢就没办法就是履行他的诺言 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是有这样的实质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不要对说 这个有穷困的这一些的的亲戚啊朋友啊 我们就是遇到他又要来跟我们借 我们又要说上次你借的你都还没有还啊 我怎么还要再借给你啊 那我们就是没有这种慈悲心 就了解说他就是困苦嘛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要借东西给人家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是台湾话说 欢迎感兴我们就是要帮助你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 他的困苦他真的是有困难 那我们呢不要去追究他 之前跟我们借的不还啊 那要能够体恤说他就是有需要嘛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借给他 所以有这样的考量啊 就是有的是很有德心的 那当然他有借有还 我们借他也没有问题啊 那第二个是他有借不还啊 那他可能是故意的 他品性不是很好啊 可是我们也愿意跟他结缘 那就是我们就是存着一个不失的心啊 那跟他结个善缘 那第五个就是对真正有困难的 他也许一直都是借也都没还 那我们还是继续要保持赞助他 所以这三项基本上好像都是一样 他的结局也就是说 应该是如果有人要跟我们借 我们就要借了 那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心里是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了解 他跟我借的人其实我们也知道他的情况 可是我们也都能够发起这种欢喜心啊 既然人家跟我们开口啦 我们总是也能够跟人家结个善缘 也借给他 所以这三项三四五啊 他都是借 那只是这个对象他有不同的这种层次啊 可是都能够借 所以这个表达呢 就是他的父亲呢 他是一个富翁 也能够劝他的女儿呢 要能够做到非常的慷慨 愿意不失 虽然有不同的这一些的这种对象 那能够了解 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都能够赞助别人 那第六项呢 也就是谈到 本来在这个前面谈的是说 要愉快的做 那我们这样一看 就是说他的父亲很简单的这样的教导 说你还欢喜坐 要坐得很欢喜 那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那我们可能会很高兴 说那就是我们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是欢喜坐 那原来呢 他是有内涵 他一直很亲密度力 他什么叫做愉快的做呢 就是说当人家妻子的人 那见到他的公婆的时候 一定要起身致敬 不应该坐着不理 这个就很深的啦 那他的公婆 当然是家里的长辈啦 那对别人 就是长者来家里也是一样啊 就是都要站起来 也就是坐着 你能够看到长辈来的时候 都要站起来自意 不能说坐着不理 那这表示呢 这样的时候 你坐的时候就是 是应该坐的时候才坐 那应该站起来的时候 就是站起来 所以能够坐到这样的时候 都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坐 什么时候应该站起来 跟人家致敬 所以这个时候 你坐的时候 你都心里不会有挂爱啦 所以并不是说 我欢迎坐就坐 这样就是欢迎坐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高兴坐的时候 有长辈来啊 我们不站起来 那让长辈生气 让长辈心里不愉快 长辈会觉得 那你这个时髓都没努力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虽然自己觉得说 我自己欢迎就好 可是我们让人家不高兴 其实我们坐的也不愉快 所以他说这个道理也是很深 所以我们常常也看到说 我们这个汽车上面 这个捷运里面都有说 礼敬老人或者是孕妇 或者是弱小的人 有病的人 有需要坐的人 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说 真的我们坐在那里看到人家 这个老人家站得都摇摇晃晃 不穩 我们怎么会坐得安稳啊 我们心也会不安嘛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站起来 让这个需要的人坐 我们站得也很愉快啊 那我们坐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说 我们这个有人家需要的人 站在那里 那我们心绝对是不安啊 所以这个就有维系的观照 所以叫做愉快的坐 也就是说当我们坐的时候 是看到没有不应该就是做的道理 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长辈就应该站起来 那那个时候就不应该坐 所以坐的时候是我们都应该 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了 那我们那时候坐下来心安理得 就叫做愉快的坐 那第七项呢叫做愉快的吃 所以有前面的愉快的坐 这样的了解他的道理 那我们应该也可以体会到说 哦那现在这个是 可以快乐的吃 一定不是说 我感到我感到他吃 我愉快的吃 我吃了我感到他的东西 这样就是愉快的吃 所以这里面的生意 他就谈到说 公婆丈夫照料妥当后 妻子方可禁食 也应该确保仆人受到妥当的照顾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一个妇人在家里的一个观照 这样的一个地位 他应该要能够照顾到别人都吃了 然后他才开始吃 那我们在现代 就是有这种民主思想 尤其我们都要争取说 男女平等啊 那也许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一个太太很委屈啊 那他要等大家都吃了 他才能吃啊 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一种观照的心啊 那也就是说 当一个妻子在家里的地位 其实他是要扮演 能够观照大众 所以他是 真正的说起来是家庭的中心啊 那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更要去观照别人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他能够牺牲自己去观照别人 像我们看到我们 其实啊 我们就是跟随师父 我们师父上小夏云法师啊 他虽然吃饭的时候 像尤其是我们有法会啦 或是有大众啊 这样的一个共同吃饭的时候 师父都会观照一下说 什么什么人还没有来吃啊 还有什么 外面也许有客人来 他的司机也没有来吃啊 这个就是一个观照嘛 所以在这里其实都不是说 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而是说它更是凸显一个 家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是妻子 他就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吃 那尤其他是媳妇嘛 所以他当然也要照料公婆啦 还有丈夫啊 那当然这个是尤其是在 比较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家庭 那当然在现在也许 就是丈夫还没回来啊 可是时间也晚啊 那可能妻子先吃也是 不是说就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就是说互相观照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精神来了解 所以这里面也还谈到说 也要确保仆人 是不是有受到妥当的照顾 那这样仆人是不是有得吃啊 那所以这里也表现这个 比瑟雀他的父亲啊 他是一个富翁 可是呢 他是非常就是和蔼慈爱的一个长子 所以他教导他的女儿 嫁到人家的家里 不只是照顾公婆丈夫啊 还要照顾这个观照这个仆人 所以这样的一种慈爱啊 就是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啊 虽然对方也是一个富翁 也是很有钱 所以家里的仆人一定很多啊 可是呢还是要整个的观照 就是变成是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这样的一个观照呢 就是家庭的和乐 那我们再看第八项 它就是愉快的睡 要困得很欢迎 所以这里谈到的内容啊 也是有他的含义 就是一个妻子 他愉快的睡啊 不是说就是喜欢睡就去睡 就是几点钟就去睡 或者是睡到几点 就是很晚才起来啊 就是随意自己喜欢去睡 相反的这里愉快的睡呢 就是要交代 这个匹瑟雀啊 还有当人家的妻子 就是要睡觉前呢 就是要确定 就是家里的门窗都已经关好了 然后呢 这里家里的这些仆人啊 是不是也都做了 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同时呢 是不是他的公婆啊 还有丈夫啊 是不是已经都入睡了 那这样子呢 他才可以安心的去休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照啊 也是跟第七项一样 就是能够去观照 整个家庭的这些的成员啊 不只是他的公婆丈夫 还有仆人 就是吃饭 他们都有得吃了 那这里睡觉 也就是也是要先服侍公婆啊 就是照顾 然后他的先生也都能够观照 都已经都是能够睡觉了 然后他还要去观照家里的这个门窗啊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在现代啊 就是也有常常听到说啊 那现在的家庭啊 应该是分工合作啦 那这些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应该值得鼓励 那只是说那一个做母亲 或者是家里的媳妇的人啊 那他自己本身有分工的话 那他自己本身就是也要扮演一个 最主要的观照的人 他说哦那交代你去看窗户 门窗是不是有关啊 那至少呢 就是确保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还有仆人应该做的事情啊 那如果家里有这些用人啊 那他应该是不是又熄火啦 或者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然后这样子呢 好像全家人都可以把手上的事情 都告一个段落了 那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休息了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才是愉快的睡 那也就是他自己的责任 应该观照的他都做到了 所以这样的愉快的意思 就是表示他自己的观照的这一些的职务啊 他都尽职去做到了 那这样的一个生活上面的起居 包括吃饭 包括这个睡觉 还包括做 那都是能够先考量 关照到整体 全家人 那这样呢 就是能够真正愉快的 去吃饭 愉快的去睡觉 乃至平常愉快的做 那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先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可以吃可以睡 那这样的时候呢 应该也是最健康的啦 那再来第九项本来就是他的父亲的交代说是照顾火 那这里要来解释照顾火的意思啊 就谈到说要把家里公婆跟丈夫 要把他当作如火般的谨慎照顾 所以在这里呢 他的火就是不要让公婆跟他的先生啊 对他应该做的事情觉得有失职而不满 那这样的时候呢 让他们心里不欢喜的时候就是制造了火 所以照顾火 你就说不要让公婆跟他的先生生气 那就表示说 那所做的事情都要很谨慎啊 不是说故意去讨好啊 而是说你应该关照的都关照到了 不要让他有这种好像哪一个事情啊 他又会动了火 所以这个变成说 我们普通是在家里面啊 跟家里面的这个这个我们的家人啊 我们都可以说这种交往都很小心啊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在家里啊 从我们最亲密的人啊 其实就是常常会容易发生口角啊 就是小小的事情就发生不愉快 所以这些都应该要避免啊 所以这里说照顾火 也就是不要让家里的人啊 产生心里的不愉快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 我们每一个人啊 因为在家庭的这种接触是最平凡的 所以我们越要修心 那第十项呢 也谈到说要尊敬家神啊 尊敬家神 他这里面的解释说 要礼敬公婆跟丈夫一如家神 比如说在家里要把自己的大官 大嫁啊 公婆啊 跟丈夫啊 要把他侍奉当作家神 就是等于是尊敬自己家里的长辈啊 像神一样 所以我们也听过说 有人去这个普洛山啊 他是拜观音菩萨啊 然后观音菩萨显明说 要他回去啊 他拍门的时候啊 一个穿着这个鞋子 倒穿鞋子的人啊 那个就是观音菩萨啊 他是回去家里 他的妈妈一紧张啊 赶快匆忙从床上起来开门啊 他因为平常对妈妈不孝顺嘛 所以他妈妈怕说怠慢啊 就赶快匆匆的就 随便穿着鞋子赶快去开门啊 结果他一看就是他的妈妈嘛嘛 因为他妈妈平常被他骂惯了 所以他穿着这个倒穿的鞋子啊 但是他的妈妈就是他的观音菩萨啊 所以其实我们家里最亲切的人 也都是我们应该要恭敬如神啊 所以我们说佛我们要恭敬 众生我们也要恭敬啊 所以从皮色雀 他父亲的 对他的教导啊 在家里 那作为一个媳妇 是要关照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也是我们做人的道理啊 那我们也从这样简单的 这种生活起居的态度啊 来了解佛法 也不离世间法 也都是在我们的日常云为里面 要来谨慎 来对待我们接触的人 还有世 那我们也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欺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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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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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